外資今天就是臺股的殺手啦 賣的有兩百多億這麼多 把昨天買的一百八十億 今天就通通吐掉了 所以今天臺股跌個快要三四百點 就是外資在賣 但是呢 看看今天外資的買賣超 今天外資賣 我們先看買什麼 今天買超第一名 果然是反向指標 就是臺灣五十反一 還有國泰臺灣家權反一 他也在買第六名 好 另外呢 金融股最近常看到有兆豐金 出現在外資的買超 還有面板股的群創 今天有航運股的長榮 長榮出現有一萬一千張 在今天的下跌當中 外資是買的 下一頁當中 我們還可以看到會洋KY 航運股的部分 外資在減便宜嗎 另外呢 也包括像智園 鷹葉達 友達群創 今天外資也在買 還有包括什麼光寶科 像中鴻這些個股 好 立刻請數方上來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今天外資的動作 尤其在外資 買超的前十名當中 反應不用講了 每天都在這裡做避險 但是很特別 買長榮 買惠陽 為什麼 其實最近看外資跟投信的一個操作 很多觀眾朋友 大概都會精神錯亂 就像看到昨天 到漲監大碟一樣 精神也會錯亂一樣 那主要這個原因外資的一個操作 跟投信的操作 他的邏輯是不大一樣的 也就是說外資他操作線 他會拉得比較長 所以在之前 如果你看 如果能夠把外資跟整個投信 他的操作對比出來 你就知道 當時候投信在買的時候 有沒有發覺到 長榮早就外資在賣 他賣了以後 你現在投信才能把他砍下去 那我補回來啊 我已經賺到差價了 所以外資是以長線來保護短線 那投信呢 就是我買了 我成本只要跌十五個percent 沒辦法就砍 我管理好不好 那所以有時候 外資會去尋求投信亂砍 超過十五%以上 是不是叫超額利潤 那代表說現在外資反而有機會 現在就想要減便宜囉 理論上長榮跟陽明來看 我說就職利率是陽明好 但是明年減資是長榮 所以如果真的 明年獲利要掉下去的話 那我說那個本土 本土的投顧看陽明 EPS有二十塊以上 如果他減資不就比他更大 那他當然比較好一點 那我們看到外資在買長榮 也在買跌生的惠陽 惠陽你看跌得夠不夠重 這時候這個價錢 外資也會覺得甜甜 對 那惠陽的部分就比較不一樣 其實應該是說惠陽 他有一點點貨櫃 但他很多還是跟賞莊有關係 對不對 那你來看 整個外資是不是這邊賣 投信一路給他賣賣 對不對 那外資這邊還在賣 還去追殺 投信也開始去做追殺 可是如果相對應跟這裡比 是不是剛剛我講的十五%已經出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 他當然有回補的一些的價值 有回補的機會 外資會減便宜 應該是說我之前賣有點借券 或是各方面 我現在當然可以去做回補 好這是我們看到 從長榮跟惠陽部分 在外資的買超部分來看 外資買超當中還看到了 個股當中包括有智原 智原部分這幾天 很少看到有IC設計股的部分 外資有在回補了 其實我們來看 那有時候我個人覺得 他今天跌停板 對所以我說外資他的想法 是比較長一點點 其實如果按照智原 智原 大家應該要知道 不是所有的IP服務公司 都是按照智原代工的價格 去乘以你的量 去變成你的營收 有兩家公司裡面 比較是屬於這樣子的 一個是智原 一個是利網 那因為智原在之前的一直漲一直漲 你可以發覺到 他主要的原因是跟著聯電調漲價 時間放長一點看 放長一點 對你看 那我們在兩個禮拜前之前 就建議過大家說 智原暫且不要碰是因為什麼 因為不會漲價 那為什麼他在這邊去做回補呢 其實剛剛來講的話 我們的一個何董 他曾經講過 因為我站在長線的立場上面 我高檔上面有調 現在回到了一個年限所在的位置 我當然可以補 之後不管你跌到哪裡去 我至少這一段已經賺到手上 所以我覺得他是站在 這樣的一個角度上面來講話 而且他是屬於什麼 集團股 集團股就像大家說 王雪紅的概念個股 最近在漲是META也出來了 或是聯想的讀懂出來 你們怎麼沒想過 他們是在集團上面 六個月的均價上面去做考量 如果不拉起來 明年你借錢就慘了 我跟你講 所以外資有在卡位減便宜 但是外資錢多多 我們一般投資朋友能跟嗎 以這樣的價格來看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 因為我剛剛有講說 他是屬於跟金元代工的價格 同步 那成熟製程 明年真的有點狀況 所以我會建議說 那就不用了 所以呢 不是跟外資一樣 有這種這個底子的 你就不要亂減便宜 因為他哥貝太粗了 來看看外資買超第一張 其中呢 趙鋒金 我們剛剛有講 最近常常看到他一直出現在 外資買超名單裡頭 我們發現外資不是在落跑嗎 在當落跑新郎嗎 結果他偷偷買什麼 居然買好多金融股 很奇怪喔 最近外資在回補金融股 把金錢拉出來看 雖然可能也在跌 但是偷偷在買三商壽 第一金 星光金 就算有什麼壽險的這種 防疫保單的這種 還是買 還是回補了 趙鋒金 永鋒金 張銀 華南金 核庫 開發金 台新金 我們看看 其實最近的問題還在 防疫保單 今天最新的統計 防疫保單真的賠產了 理賠已經超過一百一十二億了 你知道今年收的保費才多少嗎 三十五億而已 現在已經賠了一百一十二億 賠得比收的保費多了三倍了 還有呢 鍾小金產險流動性拉警報 說業界進入了增資密集高峰期 為了是呢 月底前要趕做準備金的衝敵 看起來都不妙 但是為什麼金融股外資 現在敢買了 怎麼說 我覺得這才妙 雖然我們臺灣只有生一叔叔 人家美國三馬 我們生半馬 所以金融個股有點生氣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說金融個股到了這裡來 因為他比較不受景氣循環的影響 所以金融個股我覺得他會比較抗跌 好 我們看看到底最近外資在偷偷買的金融股 放口袋的是誰 我們來看看這幾檔 中信金是內資外資都有買 那為的是什麼呢 因為呢 他呢 本身今年的獲利跟去年的獲利會差不多 他不像其他受險公司 所以我覺得年限以下你可以留意 那第二檔就很怪 有兩檔公司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一個是第一金 第一金 一個是華南金 華南金 這個在股市上面很老資格 在七十幾年就在臺灣股市知道 神署商商贏 第一金控華南金控 對不對 那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合併 對不對 可是他們的股價就是強 不相信大家來看二八九二的第一金 有沒有比其他金融股強 真的啊 很多金融股都破低啊 結果他又穩穩的 2880的華南金 有沒有發現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我們政策未來在這一方面上面 跟新光金 台新金一樣有一些些的題材 會不會是人家有關股在後面當靠山呢 那你給他靠也很好啊 有什麼不好 對不對 他都賺錢也不差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年限到二十五點六 你可以留意 那金城銀就 我剛為什麼我故意選出這一檔 其實金城銀在最近裡面 外資也在買 這就是之前不是有俄羅斯債券的問題 利空股價跌下來 那我就說現在其實大家看到貼息 不用緊張 你要從另外一個角度想 我等你田權息完 貼息的時候我再買不就好了 我們要看二八零九的金城銀 他已經除息 對不對 有個效果缺口 對 你來買有什麼不好 他也沒有跌啊 還慢慢的往上填了 也就是說你在他貼的時候買 現在還微微賺到一些席 何樂而不為 還有剛剛就講到趙鋒金 趙鋒金說可是他就說 可是你外資買 頭信只賣 所以最近為什麼大家會精神挫亂 因為大家 我就說最近大家看投信跟外資的操作 你真的要很用功 因為你要去知道負實指數的調整 你要去知道高股息TF的調整 其實趙鋒金是因為有些人把它刪掉了 所以投信要賣 所以他才這樣子下 你看 還有什麼新復發也是 還有什麼群創也是 可是站在外資的角度 你還是叫趙鋒金 你還是有利差的收入增加 那你投信砍出來對不對 我就收多少 金融之外 我們今天還發現一個生計股 生計股的部分 你看看 臺股跌三四百點的時候 生計股就會紅通通 而且最近都一直這樣子 下個月還有生計月 然後生計股 今天你看翻一下 都紅通通 不是只有一頁而已 兩頁三頁 什麼保齡附錦 太錦了 季生 智晴 最近常常也聽到 常常看到好像在法人的買鈔裡頭 我們居然發現到外資 外資居然會偷純股生計股 這讓我們很好奇 因為持股比例今天特跌在這裡 把他拉出來看 以前我們都覺得生計股 一般大型資金不太碰 小型資金碰或是內資碰 但想不到外資持股比例 成績秀出來是如此 外資在偷純金融 生計股這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外資純不純金融 那個生計個股 我覺得不重要 因為生計個股的漲與跌 其實控制在內資的手上 是 那因為現在台北股是不是空頭 是空頭 有沒有利於生計個股的股價上面的一個發展 當然有 因為很少的類股族群你可以操作 那生計個股大家就覺得空頭市場很適合 那你要因為空頭市場而操作生計個股 還是因為這個生計個股真的值得買 那我現在就是要做這樣的解讀 其實生計個股在目前今年到明年的確台灣有很多生計個股的機會來臨 值得買 值得留意 值得留意 如果說你只是因為空頭要去買生計個股 我覺得大可不必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幾檔是外資持股比例大於5% 而且我選出來呢 他們是有一點點概念基礎在這裡面 譬如說大樹藥局 藥局難道藥局要虧錢嗎 將本求利對不對 所以他的獲利很穩定 今年預估是七塊到八塊 對不對 就是藥局保健 外資持股8%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保健跟藥局 你可能有很大的爆發力 你也不會 你頂多就通路增加了 你獲利才會增加 是 那第二檔叫保齡附警 這個更奇怪 投信之前都不買 其實一生買了七百多張 這就主動式操作 那為了什麼 假設你是快篩 假設你是藥品 不怎麼樣啊 對不對 快篩不就最好用 就現在雖然國家跌很深 可是問題來了 他第三季要做個腎臟心藥 心藥這個東西來講 他叫拿百靈 最近都在講心藥題材 他是腎臟心藥 這個洗腎 那他要跑到哪裡去 大家知道嗎 中國大陸 他毛利可以到四成以上 這個叫拿百靈 所以他主要是在講今年第三劑 你不要再跟我講快篩 快篩我不用買了啦 第三劑要送心藥的藥證 腎臟心藥 對腎臟心藥第三劑 那這個腎臟心藥呢 明年可以貢獻他 1PS16塊以上 那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講快篩跟藥品的話 大概12至3 那保齡附近來看 今天股價96塊7 很低 那這怎麼操作 我等一下會從技術面裡面 在下個階段 現在什麼股票叫起漲 你可以買 其實這個就符合 在剛剛看到 還有這個最近的藥神 這個是藥裡面的來講話 最厲害的是 為什麼 大家覺得他有無限想像的空間 當然新藥的 到底EPS多少 你看我寫在這邊 沒有寫出來 我沒辦法估 因為他可以好到個不行 大家很無限想像空間 可是到底能夠多好 不知道 那原因是什麼 今天來創新高 你這樣看 你就小看他的 看長一點 看長一點 他從這裡上來的 不到100塊到快500塊 那為什麼 因為他是無限想像獲利空間 這種能追嗎 那重點來了 因為我說他是血癌心藥 拿到藥證沒 拿到了啊 所以算一算全世界的一個人口上面 他的EPS 可能會暴衝 所以他當然可以漲 那我說這種個股上面來講 你要買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拉回再買 我們把伏標移到 這個最大量的這裡 最大量位置點 你來看他這邊在這邊 所以呢 他這個區間 你說可是這個區間 來到這裡不就是跌破了 可是他這個區間有個好處 就是在這個頸線 大頸線的回盛 所以你只要在這個區間裡面 沒有跌破的話來買 我覺得是ok的 三百八到四百二之間 可是你要配合技術面操作 因為他跟我剛剛講的其他個股不大一樣 他是屬於無限想像空間 要花藥 好 另外泰伯智勤 那我剛才為什麼說保齡附警跟所謂的泰伯不一樣 如果你只是快篩 你賺再多錢 人家都會覺得你以後一定沒有人弄那麼多快篩 股價一定是高點 你看EPS25到31 可是股價呢 一百九十六 可是這檔各國為什麼納入到這裡 說實在的就算沒有快篩 就算他以後賣得不好 可是問題是泰伯這家公司的好處就是 這家公司老闆蠻厲害的 他獲利一直很穩 我們來看月線 4736泰伯的月線 你會發覺很穩 是慢慢墊上去的 他這家公司的好處就是 他不管怎麼樣 就像我們說大樹一樣 每一年都會蠻賺錢的 好 這是泰伯 這種就是人低 智勤呢 智勤 說實在今天上桂個股買超低 你居然是智勤 你知道嗎 那為的是什麼 你看 我剛剛有沒有跟你講 新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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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也新藥 所以 可是他在今年裡面來講 因為畢竟已經接近年底了嘛 預估是四塊到五塊 是本益比稍微高了一點點 但是只要有新藥 他就可以拉高 八十六塊錢的智勤 法人有買看看 股價這幾天是日K連紅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 第一個我們來看日K低 好的 早就交叉向上 可是他跟我們說的保齡附景 不一樣 他已經到了指標八十 所以這檔個股 他是不是有個弧形底在這裡 對 那你就是弧形底回測 景限位置的時候 多去做買進 大約是在七十八八十 這邊七十八八十 對 現在是八十六 對 或是說 你說我就是很勇敢 你家投信買超第一名 我怕什麼 五日線就買 五日線回測就接 對 投信有敢買 第一名的個股志勤 好 謝謝廚方告訴大家 這是我們看到 外資有買 其實內資投信也買很多 只是比較特別是 我們覺得 像這樣的生計股 怎麼外資會持股比例增加呢 把它拉出來看 原來內資外資可能都有看到他未來的前景空間 大家回到現場說到 含淚除息 很多人真的就在今年要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股價的價格 早就在除息期限先修正了 現在叫你賣你也捨不得 只能含淚除息 但是如果除息之後又貼息怎麼辦呢 今天有教你舊績效的方法 馬上回來